中華民國駐新加坡代表原本傳出將會由新南向政策辦公室主任黃志芳接替 外交部長李大維在立院證實 目前規劃沒有要黃志芳去新加坡 至於駐星人選總統仍然在思考 可能至少還要一個月的時間 中華民國駐新加坡代表的席決已經完決將近五個月 原本傳出將由新南向政策辦公室主任黃志芳出任 現在就傳出新加坡對扁政府時期發生八流案 黃志芳當時就是擔任外長 對這個人事案有意見因此傳出生變 外交部長李大維到立院避訊 首度證實這項駐星人士生變的消息 至於駐新加坡代表人選 李大維說還在證訊中 總統仍然在思考 可能至少還要一個月時間 駐星代表原本要由資深媒體人江春藍出任 但他就因為八月時候的酒價爭議辭職 後來傳出蔡英文總統決定派 新南向政策辦公室主任黃志芳接替 令到星國成為整體新南向政策的指揮站 現在由省變總統府就重申 諸星代表的人事案安排中 確定人選之後會對外宣布 總統蔡英文國興談話 呼籲中國大陸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學者分析這樣的說法 是向一中國表靠攏 但也有兩個中國的意涵 北京恐怕不能接受 不過也有學者認為這樣的說法 其實是說明沒有要搞台道 520之後兩岸關係陷入低潮 被外界視為兩岸關係重要觀察指標的國慶演算 蔡英文總統仍舊不提九二共識 重提尊重九二會談 但也高分輩呼籲中國大陸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只要有利兩岸和平發展 甚麼都可以談 學者認為蔡總統的說法 是向一中國表靠攏 但也有兩個中國的意涵 北京恐怕不能接受 蔡英文的談話也遭到中國大陸學者批評 認為她的兩岸政策固化 不承認九二共識 是對話為虛、對抗為實 將會加深兩岸間的不信任 不過台灣學者認為 蔡英文的說法有兩個意義 一個是我們不要搞台道 一個是中華民國要有一定的國際地位 這個對民選總統來說非常重要 早在國慶談話前 總統蔡英文接受國際媒體專訪 她在兩岸政策論述上面表達 不在壓力下屈服 以及不走回對抗老奴等的四不原則 學者分析近日談話 顯示蔡英文開始採取軟硬兩手策略 不再陰媒釋出善意 民進黨重返執政之後的第一場國慶大典 國民黨缺席 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強調 不是因為國民黨不執政就不參加 而是在野黨的追殺之下 有什麼心情去參加 面對新資賬糊糟度凍結 國民黨最近將會有一億元入賬 即欠黨工九月的新資 將會有機會和10月一起發放 大領返南陣營唱國歌 民進黨重返執政之後的第一場國慶大典 國民黨選擇缺席 在國父紀念館參加我愛國旗嘉年華 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強調 不是因為國民黨不執政就不參加國慶典禮 而是在執政黨的追殺下 有什麼心情去參加 民進黨政府上台之後 成立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凍結國民黨新資賬戶 眼看九月黨工的新資 將無限期研發 引發黨工崩盤 現在傳出國民黨最近將會有一億元現金進帳 積欠黨工九月的新資 將會和十月的新資一起發放 對於外全國民黨將埋毆籌操黨工身資 洪秀柱表示 如果錢有著落就會暫緩 國慶日 不少地區都有人掛國旗慶祝 在桃園就有國旗達人辦升旗典禮 現場幾千面的國旗飄揚相當壯觀 但在高雄市區街道就幾乎看不到國旗 國慶氣氛相對難清 一年一度的國慶日 這一位被稱為國旗達人的張老王先生 和往年一樣舉辦小型升旗典禮 現場懸掛幾千面國旗 增添國慶熱鬧氣氛 但來到高雄市氣氛就自然不同 往年街道中都會懸掛的國旗 在高雄市區幾乎看不到 民眾說 比過去高雄市將近十年來 的確不太熱衷於國慶活動 連懸掛國旗也很少見 即便有國旗出現 也大多是私營機構 但高雄市府表示 國家生日高雄市仍有慶祝活動 至於國旗懸掛 就是交由各局處自行決定 沒有硬性規定 市府各局處考量 可能影響交通或使用 沒有強制掛國旗 令高雄街頭少了一些熱鬧氣氛 不過市府強調高雄兩處行政中心 以及不少機關都有國旗 並沒有像民眾所說 完全看不到國旗的蹤影 為了慶祝雙十節 新租縣寶山鄉在國慶日的這一天 舉辦了雙胞胎節活動 總共吸引了全台168對雙胞胎 暴命參加 上台大跳土皮舞 以及舞術等才藝表演 可愛活潑的樣子 充分展現出雙胞胎的默契和自信 邁入第六年的寶山鄉雙胞胎節 年紀最小的是剛滿兩個月的嬰兒子 而最年長的就是這兩位84歲的老人家 活動現場聚集了想八對雙胞胎 令到來自馬來西亞的雙胞胎 感覺非常新奇 這場雙胞胎節 主辦單位特別規劃親子走秀比賽 由現場觀眾投票選出最佳人氣 以及最上鏡頭等獎項 參加活動的家長表示 得不得獎是其次 重要的是可以借此聯繫大家的感情 原本的親子走秀還有才藝表演 總共有37對雙胞胎報名參加 但由於長官和來賓致詞太過長 活動被拖延了一個小時 令到14對雙胞胎棄權 對此主辦單位表示 將會在活動結束之後進行檢討改進 未來希望將寶山鄉雙胞胎節 能夠發展成當地特色成為寶山觀光的亮點 綠客團從9月中旬開始 來台團客人數少了六成 觀光稿強調雖然團體人數減少 不過綠客和其他亞洲國家 自由行的人數就有成長 已經規劃多元旅遊方案 希望能夠多開設東南亞國家 直飛台灣中南部的航線 來拓展自由行的旅客 機場處處可見 來到台灣玩的國際旅客 不過綠客團就明顯少了很多 九月下旬 六客團需減六成 每日來台大約只剩兩千人 尤其今年中國十一長假 六客團更加少得可憐 觀光稿表示 統計到八月份 中國大陸來台旅遊人數 的確少了將近大約4% 11萬人 而泰國成長了40% 大約有3萬人 日韓也有成長將近兩至三成 總共大約33萬人次 觀光稿表示 雖然綠客團人數減少 不過各國自由行旅客就是大幅上升 面對業者批評政府 新南向觀光政策 由原務女漢化 觀光稿強調已經規劃多元旅遊方案 希望能夠多開設東南亞國家 直飛台灣中南部的航線 來拓展自由行的旅客 希望可以填補陸客團的缺口 維持來台旅遊千萬人次的目標 NBA名人堂球星姚明 應台北上海雙城論壇體育交流邀請 率領上海大鯊魚隊來台和SBL語龍對戰 姚明說 兩岸交流有變亦都有不變 但希望能夠找出共同喜歡的狀態 而林書豪這個球貴加盟南網 姚明認為紐約是豪小子的福地 以他的技術能夠打出一片天 1996年上海大鯊魚隊賽料球員 2016年大鯊魚隊老闆 20年來姚明即便身份轉換 和台灣的體育交流沒有斷過 兩岸間總有一些變和不變 但姚明仍是能夠找出喜歡的狀態 才會每次來都想和學生、運動員有更多互動 並且體驗台北生活 喜歡台北、航龍裏面的生活氣勢 姚明和曾文鼎、林志傑等台灣球員也好訴 港道仍然在NBA打拼的林書豪 這個球貴轉戰南網 他覺得會有一片天 退休之後改做老闆 最新的頭銜是火星大師 姚明的身份愈來愈多元 但無論如何他希望兩岸在旅行文化能夠健康地發展下去 台北市立動物園母美虹派翠蝦 在10月10日下午5點多 因為老化導致多重器官功能碎竭 以19歲高齡離開大家 派翠蝦兩歲的時候 從澳洲來到台灣已經17年 如今離開令到原方和民眾都相當不捨 慵懶地掛在樹上 有趣的樣子就是得人喜歡 公母美虹派翠蝦是目察動物園 第一批元老級母美虹 兩年前出現老化症狀 兩日前活動力下降 食肉差 體重比上週下降300克 最後在國慶日當日 下午5點59分 因老化導致多重器官衰竭離開大家 動物園表示 母美虹平均壽命10至15歲 派翠蝦19歲高齡 已經相當人類的8歲人歲 兩年前就啟動老人照護 除了油加利業 亦都提供代奶 還有母美虹專用營養品 由於派翠蝦在母美虹當中個性挖強 令到照顧他的管理員又愛又怕 即便偶然會咬傷管理員的手指 大派翠蝦替動物園累積很多照顧管理經驗 組成四個小孩三個孫的派翠蝦加造 亦都是開啟摩擦動物園和國際動物園合作的契機 令到圓方和大小孩相當懷念 凡性推薦個人申請和考試分法 是大學入學的主要方式 為了尋找對特殊領域擁有高度興趣的學生 教育部從104年到106年試辦特殊選材招生計畫 論選出有特殊專長的孩子 到了107年就列入正式入學管道 拿出自己寫程式設計 用落高蒸目組成的機械人 奧雲要試試發射威力 花兩個星期完成 對先至14歲的奧雲來說一點都不難 反而是如果要考機差 四年之後的學差 只考頭就大了 英文好對機械超有興趣 奧雲已經從網路如修柏克萊大學課程 但他就可能因為考試成績 無法留在台灣就道一流大學 針對這個狀況 教育部因而從104年到106年 試辦特殊選材招生計畫 12校增加到30校 名額從53增加到282名 台大火星人鎖定數學騙才 人數從1增到9 明年森林社工也開1到3個名額 此外特殊專長不限學科 好似是清大去年有圍棄高手 今年亦都有西洋棄國手 教育部規劃107年 將特殊選材納入入入學管道 以申請入學2%為規模 最多560個名額 至於是否要專門設計課程 幫助學生發揮潛力 奧雲的媽媽認為 校方和孩子、家長的溝通相當重要 近幾年 很流行的模型機 已經成為學習航空維修 人員必修的課程制約 桃園方柱相公、非手科和勞動部 合辦全國第一屆模型機障礙賽 來自台灣各地 飛機相關科系 總共有43位選手在空中過招 參賽選手 小心翼翼地控制著 模型機行進方向 從最簡單的S型飛行 到環繞飛行 低控飛行等5個關卡 考驗對於四族飛行器的 控制技巧和穩定性 參與學生說比賽很刺激 可以學到很多技巧 桃園方柱相公表示 台灣模型機產業落後國外多年 藉由和勞動部的合作 提升這項競賽的水準 令到更多學生願意投入 勞動部亦指出 模型機除了運用於簡單的拍攝 未來更可用於國防、救災、農業測量上 而這樣的競賽有助於學生了解模型機 未來更希望培養設計人才 發展台灣的模型機產業 為了鼓勵台灣女性活出自信 黎慶基金會舉辦的台灣女儀獎 已經邁入第14屆 15位得獎者背後都有動人的故事 獲班鳳莫莎女儀獎 勇氣冒險獎的17歲女孩林僅 3年前開始擔任國際志工 走過泰國介道村 柬埔寨孤兒院 用一幾支力幫助這些 生活困頓的弱勢族群 回到台灣後發現很多在地弱勢 需要的協助不給過外少 因此決定將這份愛心深耕台灣 同樣為在地偏鄉弱勢打拼的 還有年僅16歲的劉佑儀 她創立了Love Without Distance社群平台 網站內不定時張貼制頻的相關活動 宣揚偏鄉議題 提供民眾一個幫助弱勢的管道 令到他們的需要被看見 Formosa女兒獎已經第14年舉辦 小燈泡爸爸也擔任頒獎嘉賓 她說雖然沒辦法看著小燈泡長大 但她希望所有女孩都活出亮麗的天空 台南安平的余光島沙灘 吸引很多衝浪客還有汽水的遊客造訪 但在沙灘旁邊的高塔更加引人注目 原來是一位英國籍的台南女婿 用沙灘上所回收的廢氣阿架 花了三年時間搭建完成 余光島的沙灘上不單止吸引衝浪下 還有很多民眾潛離汽水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沙灘上這座高37公尺的高塔 遠看還有些像國外的教堂 這座塔當地人叫日落塔 是一位來自英國的台南女婿 因為有感沙灘莊亂不堪 花了三年時間利用沙灘上回收而來的阿架 搭建宜城 而現在這座塔也成為了余光島沙灘的地表 就連當地人亦都講讚 原本市府打算10月在余光島舉辦環境藝術節 這座日落塔亦都受腰展出 雖然日前梅基颱風令到高塔頂端受損 不過活動延期 剛好有時間給原創者整理 回收再利用的觀念 從一位台灣新住民手中落實 不單止令到高塔成為沙灘的地表 亦都令到外界看到新住民外土地的熱情 今日的粵語新聞已經播報完畢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